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的青簪完结了 赚男主被张彬彬顶替,但网民对质量有压力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这是对青簪这档节目的一种同情 明明是大IP,流量大,但因为无性男星的个别问题,节目不得不延期 更惨的是努力拍戏却被卷入其中的杨子 至此,这部大力宣传的剧,还没有开播的选项 青簪这部剧的投机性极其巨大,只是额场众多兴趣之一 据说已经捐款超过4亿元 于是,无性明星和杨子成为了男主角 更何况,妓女 这样的设计,同样被视为天虎,结果却是一张烂牌 据说团队也曾考虑过利用IA换脸来拯救她 但对于《三千压杀》这档节目,他们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 关于青簪重拍男星的角逐,此前有报道称 他们正在寻找的陈飞宇,是一位颜值与无性男子相提并论的奇葩首领的孩子 话虽如此,陈飞宇方得知此事后,连忙驳斥了媒体的八卦,让节奏停了下来 无论如何,对于接替无性男星重拍青簪的男星,大家还是格外好奇 还有一些传言说林更新将参会整部电影,让无数网友期待 林更新在泛泛方面也很棒,对于陈舅的合作也完全合适 刚开始,她和赵丽颖合作的《楚桥传》就成了年度热播 万一杨子是她的帮凶,这两位知名艺人的合作,应该会让人期待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林更新自己也没有听说过进入青簪这群人的领悟 让无数观者心灰意冷 不管怎样,更让人高兴的是,林更新又帮了赵丽颖 两人没拍《楚桥传》2,却又开了一部戏凤星,让《楚桥传》的追随者欣喜若狂 破完之后,她喊道,宇文月终于不用再费心去吸水了 话虽如此,最近网上又传来了关于青簪之旅艺人重拍的新消息 由网友爆料,杨子已经完成了青差之星的复拍,控制了无性 出演男主的艺人是张彬彬 消息一经曝光,再次引发网友热议 这两年,张彬彬的成长越来越好 刚开始,她与高伟光,张云龙并称为嘉兴老三 之后,张彬彬靠着一个私藤帮助景田,职业越来越稳定 尽管如此,她今年和嘉兴的协议并没有充值 张彬彬的时间表足够,而且她的穿搭风格也格外吸引人 如果消息是有效的,人群应该会非常活跃 刚开始清三十万众,期待的大IP 尽管现在经历了不幸,但人群实际上跟上了他们的假设 无论如何,大家其实都相信这个节目可以早点传播 考虑到所有的事情,等待太久会削弱大家的假设 由于重拍,每个人都对这个节目的兴致感到特别紧张 我相信团队不会因为重拍而放松质量控制 一个节目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因艺人、服装、装饰、情节等等而广为人知 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网络传闻重访网传的点点滴滴 是否会由张彬彬饰演,要等到传播开来后才能知晓 不过,我倒是相信,这次张彬彬的补拍,可以给人另类的感觉 忍不住想了想同伴们的思维过程 02 燕鸟女神的角逐者送出,杨子和李沁感慨要跟他们一起去 他们三个是谁 最近,精英女神的竞争者已经出现 具体是赵路矮、谭松韵和白鹿 他们入围的作品有奇妙的星星 《以家人之名》和周升若 他们的三部入围作品非常有名 在《以家人之名》播出的那一刻 无数人毫无疑问地喜欢上了他 该节目同样成为今年最著名的戏剧之一 璀璨之星最近刚完结 显然是关于他的名气 三人之中,就只有白鹿的演技 评分就差了几分 事实上,精英女神的决赛入围者确实不少 比如杨颖、古丽娜扎、杨子、李沁等人 更何况,这对夫妇的声音 比上面三人还要高 2018年,杨子距离精英女神只有一步之遥 电视剧的演技同样出色 今年的声音格外清晰 可惜又一次陪他跑了 前段时间 李沁转身去争取精英女神的装扮 就成了传闻 尤其是在当时 很多人都认为这12个月的女神变成了李沁 也有不少网友对他非常认同 不过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他成为精英女神的几率很小 很多网友都对杨子新生怜惜 因为杨子最近几年的电视剧都很好 有很多热播剧,比如《亲爱的香蜜余生请多指教》、《陈香如谢》等 合作的都是知名男星、肖战、李宪 诚意等人 真是可惜了 这次《精英女神》的三名申请者中 谭松韵和赵露丝的概率相当高 两人在电视剧中都颇有造诣 尤其是赵露丝的璀璨之星 因播出而获得好评 名副其实的热播剧 而且他们两个都没有黑料 所以这12个月的精英女神应该也在其中 和他们两个比起来 白露在电视剧中的整体表现是相当差的 所以这12个月可能不会有什么意外 不知你需要谁成为这12个月的精英女神 欢迎在备注区留言 03 肖战一个勤奋难做的人 迟早要站在他应该站在的位置上 当我打开微博时 我注意到了这个趋势 虽然变成了说变成广告号来为自己赢得认可 但它变成了真的 现在肖战已经不是没有演过二次云了 这几天 一些人莫名其妙的调侃余生是个二次元 且不说第二部超级巨星剧的真实整体表现 更可以说是他在成名之前的轻松生活 变成了他获得的有用资源 成名前 他演过两次以上 还演过不少戏法 还演过大制作的22集 没有目的在彼岸嘲笑他 另外 余生在陈情令转播之前 以及陈情令转播之后 才转接 如果开播后就被剪起来了 粉丝功能就不好说了 不过粉丝们对这部剧的粉丝功能并不热衷 反正男顾客顾威收拾了所有的剧迷 变成了私人恋人 肖战成名后 选择了借助自己的力量来主持这部剧 一些大型男主剧借助赌剧有效的积累了观众 而且他的演技也不错 所以实际路人借助赌剧看出他有一部全新的剧 并倾向于提供观察的可能一些 这一集可能非常有名 很多演员都自豪地出现在他的团队中 他们也可以利用讨论 当别人还在吹嘘自己哥哥的同伴是大明星的时候 肖战已经通过使用不同的情人来获得认同 正在寻求合作的大杯咖啡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